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告诉我的会员 这是一个突发的状况 甚至我也发了Light at的讯息 给Light at的一个股市同学会的同学们 说真的 你要杀股票 对不对 不要在那种恐慌的时候 集叠大家那疯狂跳车的时候去杀 对不对 本来涨得好好的 突然日本股市跳水了 台北股市也跳水 然后跌了一百多点 本来想说跌了一百多点就差不多了吧 结果又多跌了一百多点 跌了两百七十几点 太夸张了 每个都对不对 每个都把股票当成什么 当成垃圾 所以其实做股票我常讲 股票它都有价值 除非你真的是买到那种 老板在掏空的公司 很巴辣的 对不对 那种你当然不能留 那种当然不能 要不然真的 有时候你把股票杀在低的 那你 接下来可能要用更高的成本买回来 那你一直不断的追高杀低 不断追高杀低呢 只有你的钱越来越少 你的钱越来越少 对不对 要涨上去怎么办 所以真的你要去看它的价值在哪 就像说我说 这个盘讲难听一点 你要看指数就看台积电就好了 我最近一直跟你讲 你要看指数就看台积电就好了 2330的台积电 对不对 这两天来回撤这巴菲特的缺口 放大一点 来回撤这巴菲特的缺口 那你说啦 如果说你是有资金的人 大资金的人 你要不要买台积电 魏哲家也加码 对不对 巴菲特也买得比你贵 那如果你喜欢台积电 这边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问 对不对 当然是买点 虽然说你说 老师 那今天日本股市 你看又弱弱的 对不对 今天这样冲上去又打下来 这个线形看起来 是有点小纺锤线的味道 但是呢 这样的走势好像也不强 你看又来回撤今年的低点附近了 甚至你说 NASDA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也是打下来嘛 被鲍尔又打下来 对不对 废半还好一点 NASDA最弱嘛 对不对 但是你要想 鲍尔虽然 不是什么好人 那现在每次看到股市涨 涨多一点 他就 他就来做打压的动作 对不对 但是 他也不想崩盘啦 我告诉你 他也不想经济崩盘吧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边 如果说以 美国股市 NASDA是最弱的 来到这边应该也会有支撑 他再破下去 真的就是崩盘 美国股市可能又要崩一段 我讲的很白嘛 因为 对不对 你看到NASDA 如果说这边再破下去 你以现行来看 以形态来看 那真的很可怕 短线那个卖压就会很大 对不对 很多那时候被动的基金 有些那些 对不对 城市交易者 一看到破线一定是卖的嘛 那短线的卖压就很大 但是你 我认为不会啦 为什么 第一个 NASDA为什么那么弱 最主要是TESLA弱 TESLA 我想TESLA 我去年就跟各位报告过 我说我不看好了 因为毕竟他已经成熟了 长大了 你可以买在他几十块的时候 对不对 摇摇欲坠的时候 甚至破产 一直有破产的传闻的时候 等到他长大了 一年卖 对不对 几百万台车子的时候 成为电动车的龙头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小朋友了嘛 当一个公司 当一个公司的股价 已经不是小朋友的时候 不是小时候的时候 他就要接受 严苛的本益笔的考验嘛 这就是股票的进程 这就是我告诉你的经验 你看今年TESLA有没有涨 没涨 对不对 有没有又被我说中 所以是因为TESLA的关系 那你说 台积电基本面好不好 当然 明年上半年可能会不好 但是呢 今天又有个新闻 今天又有个新闻 对不对 7奈米 救星到了 三星又丢单了 苹果高通 对不对 晶片大单又落袋了 所以你说 真的会不好到哪里吗 对不对 台积电已经跌成这样 会不好到哪里吗 所以你看魏哲家 也是很有霸气的借钱买股票啊 他也宣示给你看 甚至 如果各位 有在关注金融股的话 对不对 国泰金也要宣征嘛 最近他要办宣征嘛 他要办宣征 国泰金 今年也跌得很惨 跌得惨稀稀啊 去年很多人就在这边问我说 老师 这国泰金富邦金可不可以存股啊 我说一万八千点你存什么股票 对不对 不要被那什么存股达人 什么存股的节目骗好不好 一万八千点你在存股 你在存金融股 我那时候叫各位不要存 但是国泰金跌成这样 我说你要存的可以啊 你去存国泰金啊 你没看那新闻 国泰蔡家借了几百亿耶 对不对 国泰蔡家用他们的股票去直设 又借了几百亿出来要干嘛 要认购现真啊 要认购现真啊 六十块跌到三十几块 快腰斩 你说啦 这边你买国泰金 你有什么风险 基本上风险很小啦 而且我也告诉你 蔡家也不会那么笨嘛 对不对 搞到自己断头吗 不可能 所以你说真的啊 这时候大家当然都在看啊 现在股市好像不太好啊 对不对 日本也这样对不对 美国也是这样 明年什么经济什么也不好 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啊 什么大谋的分析师对不对 很多都看坏啊 可能股市还会再回撤 但是你要想这些大股票 台积电 国泰金 都已经来到这个位置 它向下的风险有多少 对不对 股市就是很简单 我常讲 你的风险跟报酬 的比例 当你的风险大于你的报酬的时候 当然你不要去买 对不对 再美丽 媒体 网红 说的再漂亮再美丽 对不对 什么建商的报告 外资的报告 说的怎么样 天花乱坠的 打死我都不会叫你去买 是不是 那时候 这些股票 都涨到垫上去了 几百年的获利新高 买个头啊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驱动IC都比 都比联发科还要强的 涨的都比合一还要合一的 你买个头啊 是不是 对不对 每个都 哇 ABF ABF 只有我叫你卖 是不是 但是你说真的 你说国泰金跌到这边了 太 想难听一点啦 十年线以下了啦 你把国泰金长线打出来十年线 我不敢说国泰金会 涨到什么几百块啦 但是 至少你喜欢国泰金的这边 绝对是买点吧 对不对 现在的国泰金位接在十年线之下 这条黄色的是十年线 很多人很爱的十年线 在十年线之下 你买国泰金会输吗 不会啦 至少都有一波 至少都有一波嘛 对不对 你说股市能绷到哪里去 甚至台积电 魏哲家都买给你看 巴菲特也买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不要听很多 似是而非什么技术派的 什么学院派的 有没有 前阵子什么教授的 台积电要跌到两百多块 多危言耸听啊 很多人就卖到三百七 欲哭无泪啊 我说股市不是经济学家能够掌握 很抱歉啦 如果说你在我 对不对 看我的节目的人是经济学者 我说真的很抱歉 股市它不是 它是逆着人性在走啦 也不是一个理论能够去解决的 对不对 巴菲特 他也不是博士吧 他也没有用指标软体电脑吧 对不对 那人家为什么那么有钱 他就是找产业嘛 然后呢 这家公司被低估的时候 找最有竞争力的公司嘛 不是吗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耐心 有一点耐心嘛 买台积电也被套啊 巴菲特也被套啊 但是人家还是最有钱啊 人家还是比女股神厉害啊 所以这个 我常常讲喔 真的 赚钱有些做短的赚钱 什么都是一时的 你真的在股市 你要长治久安 你要活得久 对不对 你要有正确的观念 我不敢讲我很厉害 但是至少我二十几年 我看到的 我经历过的 对不对 我只告诉你 就是买低档 长线低档的产业 买有潜力的公司 他不会让你吃亏的 因为你买的成本 可能就是跟主力一样 对不对 那这家公司不一定 这时候要发动 因为主力他做股票 也要天时地利人和 也要天时地利人和 才拉得动 拉起来大家才敢追 要不然自己拉自己出 出给谁啊 对不对 出给鬼 你拉股票你要出给谁 万般拉台总是会出货 当然要出给投信 出给外资 出给散户 不是这样讲 如果没人要跟没有题材 对不对 趋势又不对 你要出给谁 出给鬼吗 所以注股票就是这样很简单 你就是找一个长线低档 蛮有潜力的 有题材的 就像说 对不对 电动车绝对没有走完 我讲电动车 就像说今天又有个新闻 连车用的记忆体 对不对 市场成长快 连汽车坐舱的系统 也成为新的应用中心 对不对 你说什么先进A-DAS 自动驾驶 这当然OK 对不对 甚至电池一些模组 有的没有的 对不对 要用很多的MOSPHET MCU 甚至呢 对不对 IGBT 但是你说 连记忆体也要用的很多 成长三倍 对不对 2021年的时候 市场是43亿美金 到2027年的时候 就变成125亿美金 这几倍啊 至少有三倍吧 所以你说什么大摩小摩 每次都在说 手机电脑不好 我常鼓励各位 我说 你不用听他 你听他的干嘛 外资都是追高杀低的 对不对 你要知道真正的未来的趋势嘛 未来趋势在哪里 哪些公司有机会 你去投资他就对了 未来当然你说明年绝对 电动车应该是会越来越多啦 是不是因为 如果你说俄乌战争再打下去 我看 真的啦 对不对 那个 能源 石油等等的 那个绝对越来越 大家受不了了嘛 那节能减碳一定是 主流中的主流嘛 电动车一定是主流的 他不会改变嘛 我想就像你在 看我节目的观众 我想你应该 大部分人想换车应该 也会考虑电动车的啦 越来越便宜嘛 所以这边 不要去管 市场上谁说什么 谁说什么 我只告诉你产业的趋势 就像台积电嘛 3奈米一片要2万块 一片而已耶 一片小小的晶圆 12寸的晶圆 对不对 2万块美金 60万台币 这个比黄金还贵 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去买这么一片的 12寸的黄金 也不用60万吧 但是你看 代工价突破2万块美金 这就是巴菲特 投资他的道理 这就是台积电好的地方 没人会做嘛 沙奥地阿拉伯也不会做 俄罗斯也不会做 对不对 德国也不会做 美国也不会做 连美国也不会做 日本也不会做 日本那么强 对不对 日本技术很好的 很多半导体的材料 都是日本的 但是他也不会做 很抱歉 真的只有我们TSMC 这就是做股票的硬道理 为什么巴菲特要买台积电 所以真的啦 做股票 我是觉得 看谁活得久 很重要的道理 不要追高杀低 你买产业的趋势 看谁活得久 你看巴菲特活到90几岁 真的 钱越来越多 你看光是比亚迪 随便卖一卖 又赚了好久 又赚了多少钱 真的 真的都是天文数字 真的对我们来讲 都是天文数字 所以 不要乱追股票 也不要乱杀股票 那当然 对不对 我前阵子跟你讲的比亚迪 没人在讲的时候 我先跟你讲 你看那精确是不错吧 对不对 他盘不好 他还是创新高 是不是 这张股票 不错啦 甚至你说 像这个飞虹 充电桩 都便宜的啦 所以你说 广宇 为什么要选广宇 真的股价便宜 我只能说股价便宜 你也可以选这个 8261副顶 这个明年也会很好 因为鸿海极端的半导体 对不对 你说 像旺宏是 OK啦 这种股票一定是好的 但是就大支一点 185亿股本 你说 车用的记忆体 no fresh 当然 旺宏我觉得是首选 如果你要叫我选记忆体 对不对 华邦店旺宏 我会选旺宏 因为他比较单纯 fresh 是不是 你说 鸿海集团的那些 当然副顶 广宇 因为 毕竟你看嘛 2317广宇 2317鸿海 鸿海 鸿海打到100块 你说他要跌到哪里 我问你 对不对 鸿海也在十年限之下 营收也成长 未来营收可能又大爆充 那你说这边的鸿海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我想 十年前 跟你讲 你可以用手机通 视讯 你不相信 没有人会相信 对不对 那时候 像我们小时候 大学的时候 交女朋友的时候 对不对 大家呢 就只能用室内电话 在谈 对不对 在聊天 那到了我当兵的时候 还有BB Call 至少要找人还有BB Call 但是你也看不到人 你也没办法及时的 对不对 去掌握住人 但是后来 退伍后有行动电话了 不一样了 对不对 开始就方便多了 但是现代人你看 对不对 视讯大家都视讯很方便 用LINE 用什么通讯软件 都视讯很方便 所以你看产业的变革 你第一波 对不对 你看像这些 智慧手机起来的时候 都是几十倍的成长 200块涨到6000块 你买到最强的 都是这样成长 那时候生化家的穩帽 也是一样 穩帽那时候二十几块 涨到多少 三四百块 当然你现在长大了 就会被严格的检视 所以你看到穩帽 为什么 这几年就不太涨 因为涨大了 竞争者也多了 对不对 也被检视了 当小朋友的时候 二三十块 涨到四百块 就是没有人管他本益比的 什么本益比 都gay 这个产业的股票 就是高成长 你说抓到高成长的时候 你看都几十倍 所以你要有这种霸气 做股票要有这种霸气 像合一一样 合一现在是涨大了 没有 没有 那要什么长大 对不对 这个营收才一个月四百万 当然这边有 今年有那个FB825的权利金的收入 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看一点 要不然这个 这什么鬼营收 对不对 你说他是 长大了还是还没长大 当然还没长大 所以 当然值得期待 我讲这样有没有道理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 你说3105的文贸 这几年 对不对 二十块 涨到三百多 三百多又跌到一百多 我还记得 几年前吧 107年 四年前 他说什么 卖隔离 又看坏文贸 所以有个外资 一百多看坏文贸 结果呢 后来又涨到四百块 为什么 5G手机起来了 所以你说真的 当在高成长的时候 他会涨到你不敢相信 当7是对的 当整个利多出来的 他会涨到你不敢相信 但是你要在 获利最好的时候卖它 这是产业股 不变的道理 对不对 竞争者出来的时候卖它 当大家在害怕的时候 你买 跌生的你买 你看这个也都可以赚四倍 我印象很深刻了 那时候卖隔离 再一百多块 看坏文贸 很好笑 这些外资很好笑 后来人家涨到四百块 对不对 你说合一呢 结束了 当然 不相信的我们也没办法 我说实在 对不对 这个东西见仁见仁 我常讲嘛 你没有耐心的 你不相信的 你就卖一卖 对不对 反正合一 也让你小赚小赔 都无所谓 你也不用那么恨它 对不对 股票是这样子 股票霸霸准 你去追劲桥也可以 对不对 你去追什么 对不对 中化也可以 你认为大陆疫情很严重 你去买什么恒大的 我都没意见 对不对 美利商机 大疆 那什么 4137的 利丰 666的罗利分 都可以 因为生技股很多 但是你说 我个人是觉得新药 尤其合一的爆发力 真的还不错 毕竟呢 它有很多的新药 对不对 你看昨天又说什么 跟唐七合作 他们都是往好的地方前进 看你怎么想 对不对 空方的人觉得说 这些都是 对不对 小利多 怎么样 有的没有的 是真的是小利多 不是你跟人家合作 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利多 这要花钱 又要烧钱 对不对 新药的开发本来就是要烧钱 所以你看唐七涨比较多 对不对 何一呢 对不对 好像也刺激不到他 因为他要花钱 东连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成功 哇 可能又是一个大药 可能又是一个大药 所以这个深信股是这样子做的 你说电子股当然 对不对 电子股就很简单 你只要拿到认证 你基台弄好了 对不对 基台买好了 人找好了 拿到认证 就开始 砰砰砰砰砰砰 印钞票了 对不对 钱就出来了 你的营收就出来 很简单 你拿苹果的认证 对不对 讲难听一点 也不会很难 说实在的 有产业界的朋友 大老板跟我讲过 怎么样拿苹果认证 我听了我也觉得很好笑 真的啊 你拿苹果认证 很多人认为会很难 其实不会很难 当然有没没咬咬咬 这个 以后有空再说吧 所以你说 像电子股嘛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都在低档的时候 真的啊 你看像在精确 没人在讲我在讲 对不对 哎呀 利益 或者光与利益 也真的都在低档 真的都在低档 就像说这档也是一样 车用AI的股票 当然这个筹码真的比较轻 我只能先带清贷 还有续约的会员进场 因为真的成交量太小了 但是你要想 像这种公司 对不对 几百年没动了 我也是觉得很好玩 竟然有这家公司 也是罚人的朋友讲 真的几百年没动了 万一动起来 对不对 它会不会像这个一样 像这个一样嘛 这个也是那时候 你说唐基以前也100块 最高100块 他有跌到12块过 对不对 他跌到12块过 后来你看去年涨到250 好过分喔 早知道就买唐基就好了 对不对 千金难买早知道了 对不对 哪有那么厉害 对不对 100块跌到12块 跌死人了 但是你看一个题材爆发 涨到250 12块涨到250 所以我说啊 真的股票看谁活得久 像这种 也是一样嘛 100多块 跌到现在这边呢 很便宜啊 万一呢 对不对 是绝对有题材的嘛 起来了 有没有机会好几倍 所以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对不对 我喜欢买低档的 底部的 有题材的股票 那当然 你说什么时候发动 我不是主力啦 我讲很坦白嘛 对不对 我不是主力嘛 但是我知道 你买在这边 跟主力成本差不多 时间到了 发酵了 你可能会赚很多 这就是我的想法 对不对 你要追高杀地人 我真的没办法 我只能说我没办法 你每天都要转转转 这边转那边转那边转 你去找那种老师吧 那保证这几天一定又输 输了一屁股啦 对不对 昨天盘中的急杀 你一定又输一屁股 那降合比较好嘛 那是乖乖的买低档的嘛 那甚至要过年了啦 这个特别的优惠啦 因为过年就休假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公司 特别一个加送一个月 我就过年期间免费的活动 到这个月截止了 好好的把握 也祝各位操作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